大家好 欢迎收看ET才智talk 今天邀请来Frank帮手 Frank 你好 为什么帮手呢 一个环球高封面资产的完美风暴真的打开了 上星期说黑色星期五 今天回到黑色星期一 暂时和你现在录影的时间 所有东西都想得很严重 日本股市很少 出现1987股灾而来对待下跌风 跌超过一成 Cor吏的其他所有区内股市 全都丢下差不多一成 怎么呢? 这个日日日日到14.1962 Julili 担仓引发的恐慌 你可以300寡议换究竟税是什么阶段 顾麦论合作与错 各自保谈 向前看是什么时候要停 这个拆仓潮源于美国和日本的息差 从而推升了一个日元 如果可以归根究底 谈问一下这个息差怎样形成 就是日本加息 美国减息 同時7月31日發生 當然是炒作美國減息 所以補充一下 這種差距一收窄 令到人員上升 當然剛才所描述 日本加息的機率向前有多大呢 相信不大 因為畢竟GDP還是負 它的通脹本身是入口性的通脹 它不是原生經濟強而通脹 靠油那些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 你是直接說 會不會再加2、3、4次息 當然不會 所以這邊我又是各自停了 日本不加息 即是只剩下美國減息 而美國減息最近是炒過籠 重複炒過籠 原因是什麼呢 炒150點子 甚至現在看到170點子在今年 那何來170點子呢 只剩下9月11和12月而已 每口要50以上 如果是這樣的 現在GDP也在賣2.8 你要去到突然間沉到變富才做這件事 唯一一個現在眼見做到什麼呢 就是中東戰事惡化 直接石人禁令 好像7、4年那樣突然間重了一聲 兩個禮拜和你全部割了去 但是現在暫時如果你在選舉年會不會玩到這麼大呢 去到石油危機 如果這兩個都是negative 不會的時候又有何來170的減息呢 所以為什麼剛才回答過份炒過籠 所以如果這樣的話 今天你硬券全球所謂股災因為拆倉潮 反而要想一下 在選舉之前是不是有些東西值得做 尤其可能等一下分享一下 就是一些減息概念股 現在無論誰贏都好 明年大家都會減的了 那不如趁現在減下來的 會不會想一下那類型呢 或者一些所謂Trump trade的東西 Franc剛才幫我們全方位說了一個大概未來的方向 因為最近其實動到市場主要是美國減息的部份 然後就是講到總統大選的前後 究竟我們是怎樣去想一些題材的部署 先進行減息 因為你剛才也特別提到 都立即給大家看一個測試 最新調期市場在反映中 超誇張 就是因為上個星期五出了飛龍新增積位 就是差過預期很多 十一萬份 失業率向上 爆了4%這個關口位之後 就慢慢逐步向上移到三年高位 大家就覺得原來的衰退真是打到來 一個星期前 我們才在說 在資產其實是trade 沒什麼衰退 甚至是soft lending 甚至是金法雷浪的一個經濟效應 突然一個數據 變成經濟硬著陸 減息一厘 這個2024 現在是price 正在減一厘 明年也要price減一厘 那不是大概這個市場遇到剛剛 是要調整 而拿回數據去做這個滑貨行動 同意你七八成 原因是什麼呢 我覺得這個炒過籠大利血條是消息的炒作 如果大家多謝 Chef jibeگ 別 currency請我來 你看我以前的影片講了很多次 減息不是CPI 是GDP 重複減息不是CPI 是GDP GDP還有2.8 你剛才提過 因為剛才這些動作 大家看過去三四十年歷史 每次利率周期 加息OK 通常上升加息 但是減息不是因為通脹下跌 是因為GDP下跌 從而引發一些失業率上升 這個劇本是三四十年的劇本 現在只不過是同樣發生 而過去那六個月 為什麼美聯儲開口埋口 很多人說CPI 大行分析員開口埋口 這件事是另作別論 一些陰謀論也好 選舉工程也好 但是你發現現在遮都遮不住了 4.3 所以就要揚出來 這些動作揚出來是不是很奇怪呢 其實你看回整個利率的差距 比如好像這幅圖 見回美聯儲的top point 告訴你出這個四來一二半 就是減一百二十五點子 剩一百三十五點子 其實這樣有多奇怪 我都告訴你 為什麼你今天才相信這個圖表 因為它從來都能夠被市場迫到過去改 改嘛 是的 就算你OK 今天這一刻我自己是見到美聯儲這個數 錄完之後是怎麼不知道 但是至少要告訴你 減一百二十五點子是明年的事 不是現在 還有現在之中 你當兩口三口OK啦 給你九月減一口 十一月減六口 但是不是說一百五十吧 還有正如剛才所說 這個儲完全不理美聯儲整件事情 在利率那個周期之中 是不是因為一個飛龍數字要這樣做呢 下個月飛龍上升你又加息了 這些炒作其實三月份大家試過這尾東西的 一兩個數字就說 2.6變2.7pce 我就要加50點子 加8點子跑出來 大家知道結果是怎樣 他就是炒Swing 所以這種Swing的動作 去到首次減息之前 其實以往歷史出來的 去到最後一公里 永遠都是炒作最危險的 但是路徑也都越清晰 因為這種Swing 始終會走回中間 你覺得現在大家在看九月 因為現在CME的反映著 應該有差不多七成機會減半厘 幾間大行都改了一些報告 哇 兩次會議 每次減半厘 有些就說緊急減息 以前看回以往 其實不像這樣的經濟環境 會出現一個緊急減息 那你看到接下來的Path 是不是跟回聯儲局那個減法 還是怎樣 仍然25 仍然25 仍然9月25 因為如果以現在的角度 曾經最近出現過一下減50和75是COVID 那現在是不是COVID 現在是不是在說這麼大的事情 見不到 第二就是我撇除剛才說中東石油危機 如果以現在的選舉工程之中 你是賀錦麗 你是民主黨 會不會這樣令到整件事情 變成這樣震發 雖然我包裹告訴你 我其實沒有跟拜登說的話 我不認識他 不知道是誰 但是 都有一些關聯 會不會跟你一口撼得這麼多 第三 剛才說 有什麼經濟數據能夠支持 要我撼50和75 這些這樣的projection 如果不是的話 就說你是鮑威爾 我先減25 看看第一情況 我就算不理誰贏也好 我還有11、12月 你兩口 其實他現在很容易做的 想怎樣都可以 其實那個位置是很清晰的 不要被人要脅到就行了 是的 當然那個要脅到就是 看看他是不是要上那份工 就是10月5號之後 他有沒有繼續上班 特朗普說他繼續上班 是讓他繼續的 所以其實在這些環節之中 是不是真的要這麼大刀闊斧 真是看不到的原因 如果以9月25點 其實這條路徑就清晰了 炒過份的 就沽了一些債 等到債息再上來 我又買回頭 一些科技股沽完的 一些比如說AI 芯片或者硬件上游 那類型 是不是因為誰贏 或者利率 都會換機潮的 芯片AR也是的 不是喔 炒大了 講了一整年了 這些Storyline 是不是 爭在就是說 你有沒有其他選擇 更加可靠的一個行業去做 所以你說調整到10%到20% 你說可能100元 就沾回3、40元 另一邊商的 可能沾回一些減息股 像剛才所描述 誰贏也好 美聯賽也是減的 這樣減的 就是一些房地產 公用股 醫療護理 派息零 加息營 那些其實就會走出來 上半年沒有人看那些 你會發現 7月份 升得最厲害 都是這些板塊 是的 Frank 也很好 幫我們做了一些統計 其實我們就是講 近四次週期 你到週期裡面 首次減息之後的一個季度 其實不跟美股板塊表面 你剛才說了一下 這裡就比較多資料 可以讓大家看得清楚一點 其實如果我看回這次 第二季在公佈業績 那個套路 其實譬如你以通訊 或者工融類型板塊 那個企業營利的那個 預測 以及它真的 遇到期望 都是這兩個板塊 位居多 所以我們跟著這一個 應該這次是可以做參考的 是的 這個表是 三十年 四次的週期 利率週期 而首次減息 你應該做些什麼 我重複四次週期 首次減息 應該做些什麼 所以你發現我量度了11個 標普500指數的板塊 用回報和標準差比例 最大最小的比例 以及在每一次之中 排名頭三位的比例 你發現我 誰贏我給他一分 誰得最高分 通訊 房地產工融 得意在 7月份 整個月升得最厲害 都是這些板塊 所以歷史中是重複 劇本是重複 就算表面那個怎麼說 其實後面操盤那個 根本重複劇本去做 第二件事 留意這件事 如果真是繼續發酵下去 就是繼續減 二、兩次、三次、四次 五十、七十、一百、五十 什麼都好 這些板塊 現在是最值錢的 但我有沒有想過 Tag 板塊的分數這麼低 通常你說減息 大家都 如果氣氛是OK的話 首先都會想了一些Tag 因為你看那些年份 其實都不是Tag那些年份 都是一些很傳統 經濟比較平穩的那些時間 但是之後減息是因為經濟不好 而從而發生 所以其實在未來日子 你會見到 現在還沒有人開始說什麼 那些辦公室違約 下一層應該是一些辦公室 樓房違約 因為你放著一些失業 那些人倒閉 開始不租 下一層就是那一堆 所以這就是通常 相信預期會是第四個 或者是明年發生的 不用擔心 不是這樣 OK 未到這樣 所以其實這些爆下去 明年美聯儲是要減 所以你說這種類型 你整手科技股的 不是叫你沽 但至少你都侵這些吧 一些減息 或者防守性的板塊 趁現在一起回的 是不是應該套著一下 選舉之後 這類型減息 來衝淡你的風險呢 因為最近就是 譬如你科技股 引爆了一個小型股災 就是有股王那些 是跌了兩成 或者過外 有些業績稍微 有些魔鬼細節 都是被人好像 就是沽得很厲害 有些就說 其實呢 因為我見全行都沒有人 underweight 又或者甚至是 neutral美國的科技股 不敢 就是究竟是 這個股值是已經回復 回到一個舒服的位置 大家可以繼續持有 還是怎樣呢 就是在這幾個月裡面 其實這半年 或者這四五個月 不記得半年 是因為日圓沽得太過分 從而你沽了日圓之後 買什麼 而去全球之中 最比較可取的storyline 就是AI 所以大部份沽完日圓 你我他一起做的時候 就走了去AI 不是代表那個地方不好 他仍然可靠 那個滬城河仍然是 因為暫時某些股王 你都沒有人快過他 就算他的產品有少許bugs 但是他現在fake了之後 你都沒有人快過他 那這些類型之中 其實他的滬城河 是仍然存在的 只不過是因為 投機性的資金 需要平壯同而出 而不是 他的fundamental有什麼問題發生 所以你說回完之後 他的fundamental沒有發生 循環投機的話 就用回投機的概念 跌完之後 深的 我值得做的 或者深美上的 OK的 就買回去 所以其實 有貨不是叫你沽 但是至少反過來 這段時間 這類板塊 其實有一些 都是硬件上游 其實那類型 就反而反過來 是不是想可取 最後一點 剛才描述 那個日圓和日股 你發覺跌的那些股份 全球的所謂股災 這些股份 是和歐美陣營有關的 台灣 韓國 日本 是跌得很厲害的 半導體 還有一些 歐洲 你見中國 香港又跌 但是其實少很多 這個就是引發了 因為你剛才說了 是有一些涉及槓桿的東西 而因為你的日圓 在短時間內 由160那些位置 一直衝回頭去142 即是你講的 是立即令到 carry trade 拆倉 有很多其實是借了低息的日圓 買了美國的一些科技股 甚至很多走得很快的半導體股 所以解釋一下 Frank 為什麼 一循環的時候 就所有這些東西 都是跌到飛起 但是 魚波 大家都會想 究竟日本 接下來會不會繼續 引發了整個區內 甚至環球的相關資產 會有一個 未調整完的情況 那你又怎樣看呢 有些人告訴我 其實那個股值也是不算貴 因為他們Q2的業績 依然交到功課 那這個又是否 我們可以重新revisit的地方 這兩幅圖是6月中做的 是什麼呢 當時左手邊告訴大家 美國和日本的10年期債息 其實和日圓的coordination非常高 但是差不多去到差距3點之後 就開始慢慢收窄 因為當時如果大家記得 日央行 就說什麼ICC取消 那類型 就開始逆轉 所以當時我預測 日圓 大家都在說跌的時候 我告訴你 不是應該升 不是跌 因為那個息差 我做fixed income的那個trader 我會和你arbitrage 是不是 你的trader這麼闊 那何時按鍵呢 7月3日豈不是好 可以按鍵呢 這個不重複了 所以你發現現在應該去到多少 以當時的計算 應該是148 所以如果148附近 應該是合理水平 就是說日本停止加息 而美國減一口息 水平應該是148 我重複 所以如果你說剛才描述 日本再不加 而美國去到9月 真是回歸回去25點 至於理性化之後 其實日圓現在142 又是overdone 差不多了 是的 應該overdone 應該去回去 所以剛才我描述 如果畫了148作為指標 下面那些我反而是long股票 不是short股票 所以去到148之後 現在你long了的話 正常去到148 今天你賺的水平就出現了 另一邊商是對的 股值其實不高 本身日本的盈利是有的 也都交到貨的 去到22倍、24倍也好 其實你看黑色那種 都沒有去到以前的水平 沒有去到以前的水平 所以其實你說要做低它 其實是困難的 你說是一些speculative 就是投機性的錢來做低它是可以的 但是你完全改變的fundamental 它不是 最近大家有看到 例如東正指數是跌得比較急 因為其實有很多出口的股份 比較佔的比例大 以往他們的業績是靠日元 偏弱在他們裏面 也有很多匯隊的收益 所以也都令到盈利不停上調 這個因素 為甚麼都要說呢 要跟總統大選 因為早前大家有關注的話 特朗普其實開到聲 覺得日元是應該強的 大家就會將所有東西 國家關係 匯率 外貿 等等 都會丟在一起 而現在有一點微妙的變化 就是 兩者 你看到這個賠儡計算 我喜歡看賠儡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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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才是最誠實 是的 其實你看到那個差距是越來越收窄的 我不知道 Friend會怎樣去看 究竟誰勝出不勝出 對市場的影響 還是其實兩者上場都差不多 OK 剛才那15分鐘 我們在說外圍利率比較宏觀 現在再縮窄到選舉 這個你不能避免 11月5日投票之前你不能離開 全球都是這兩個人的 是的 盲緊他們 現在又有人辯論又不知怎樣 那這些我想什麼黑材料 坐不坐牢那些 大家在選舉前最後一公里 總會遇到的 我撇開這些所謂黑材料的討論 你看回現在在民主黨的角度 是不是真的要贏特朗普呢 相信在我的角度不是 因為你要贏特朗普贏不了 但是現在11月5日除了投票總統之外 還有參眾議員 是的 435個議席的改選總議員 我是民主黨明知輸給你總統 但是我參眾議員我拿一個都好 甚至我拿兩個 你說什麼我反對什麼 這樣才令到民主黨的價值出現 所以找賀錦麗出來 如果真的能夠拉回選票 就算我未必贏特朗普 我拉回參眾議員其中一個贏 我已經夠了 嗯 以這個套路來看 以這個這樣的結果來看 到現在執政黨還是民主黨 是的 你是拜登 你是賀錦麗 做大他 對呀 對呀 將中國那些繼續關稅加碼 跟著在中東著火繼續燃燒 完了之後我拿到選票就是我了 拿不到爛灘紙就交給特朗普 其實都是的 其實他看到特朗普拿到分的位置的地方 他現在照樣抄下去 譬如一些蜜蜜 那些約大佬見面 中國那方面打大他 這個大家避免不了選舉前 大家都是競爭的 那我又執政了 我拿著一些旗的 我當然是搞大他 所以其實你發覺風險越來越大 還有就是剛才描述 我去到外交方面 我直接干擾其他 他這樣做法其實是預料之內的 所以大家在剛才所描述 風險越高是有方向 但是而且路向是越來越清晰 因為你知道越輸越早 話說回頭 剛才描述日央行 你怎樣逼他都加不到息給你了 是不是 你夾他都好 我爲我父老闆 我怎樣再加給你 國民的固定收益在爛 我都做不到 更何況三個月都不是你 你跟我說話都不知道是不是你 那靖田華我會不會理你 是不是 這個數字就是剛才所描述 日本那裡停了 但是巴威爾是另一回事 如果選舉之中 就算是一句 他們沒有聯絡也好 但是在這個選舉的壓力之中 或多或少都要考量 如果我是他 減50就好像是一億了人 減25就交到數字給老闆 是的 25就算了 是的 不用搞那麼多 是嗎 可以被人罵 我為什麼站在中間夾給你罵呢 動一些東西影響全球 是的 所以其實如果以一些陰謀量 或者選舉的角度 25是最終位 大家不要找我做磨心 出去選舉 你這幫阿威都會這樣想 現在感覺上是清晰了一點 但是現在因為我看到投資市場 就是在買你剛才說的一件事 假設特朗普贏 但是它最影響資產市場 就是做不做到那個叫做Democratic Swip 它拿了國會的控制 你又覺得這樣 譬如和以前等等的一些參考 對經濟對資產的影響是怎樣的 首先機會不大 因為在整體之中 如果要全面紅色 其實有機率真的不大 歷史中只是一至兩次 但是如果以這樣 現在的狀態是像什麼呢 其中一院是民主黨 所以如果是這樣做的話 要留意在選舉之前 結果大家不知道 但是在首月末之前 做了少許分析 首月五號 就是再之前就是第三Q 你會發現第三Q 傳統性 我從1984年 即是列根開始 即是四十年前 十屆的選舉年 原來發現 經濟都是差的 都是跌2.3% 利率沒什麼變 CPI會動一點點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 現在的劇本 在第三Q 跟過去四十年 十屆選舉的劇本是一樣的 對 有點像 就是我經常告訴大家 其實這些劇本 就算誰說都好 最後結果都是一樣的 不是什麼難 大家用心思去找到數據 現在為什麼經濟會下跌呢 經常都說 你沒有外星人 就沒有 英雄的 就不能說名字了 是不是 你有外星人 我才有英雄的 經濟是誤會的 我怎麼刺激經濟呢 是不是 所以這些事情 怎樣做下去都好 其實你發現 這些事情不是新穎 最後一點是什麼呢 你發現今年有個特別 就是說一些和中國的磨擦 過去這麼多年都沒有這麼激烈過 所以如果再加多一範就是 AX股或者中國有關的陣營那些 壓力會比較大 但是你看到一些走錢 平倉那些 就是之前做得很過分的 一些歐美陣營量 就會下降一些 所以其實你發覺這個數據都是真的 就是說美股好過非美股 接著債券 其實那個收益率 就是那個債息是會下降的 現在都是的 接著美金會偏強的 接著金和鈾波動很大的 整個劇本40年都是一樣的 不知道 現在其實有很多 conflict 例如你說 太清晰了 我覺得有一點古怪 譬如特朗普就一定是約美元政策 然後美國一定是減息 Too good to be truth 通脹又回來了 那個美金如何弱呢 你可能又要說回加息 我不知道應該向哪個方向想 如果我假設特朗普贏 剛才那個對話是假設特朗普贏 如果特朗普說覺得減息 是不是真的會刺激到通脹呢 但是後面就是說你的GDP 是一個盛的時候還是衰的時候 如果你是衰的時候而減息 那戰物鬥窮人又何來通脹上升呢 你剛才那個假設 如果風光明媚的時候 你減息就會通脹上升 所以你發覺現在的GDP 沒有人提過2.8% 為什麼無端要1.4% 但是2.8% 完全沒有人提的 所以告訴你裡面 真不真的 為什麼無端要double呢 去年就說某個天后唱歌 就說double上升而已 今年沒有天后唱歌 演唱會 你趕不下去嘛 是啊 所以如果這樣做法 我當你wav這樣做 就是說第4Q如果再下降的話 真是跌到一流下了 如果跌到一流下的時候 經濟不好的減息又何來通脹呢 所以你會發覺 在美聯儲眼中呢 其實它那個double上升 和那個economy forecast 其實已經不關哪個總統出現時 經濟是會慢慢墜落 是呀 如果我們看譬如亞特蘭大 那個GDP Now 那個比較前瞻的數據 一直測著最近的走向 其實都是不停向下調的 之前2.8% 現在調到2.5% 那我們再看看 因為最近出的數據 有一半都是超過預期 甚至只是符合預期 是沒有什麼避免的預期 這個我們再看 假設美股是真的還可以玩 未來幾個月 那買中哪些板塊很重要的 OK 如果板塊方面呢 就是那句 檢查這麼多的大選 連哪個板塊做得到 就是中間那些我不重複了 得分最高是什麽 能源 工業 非Base 消費品和金融 其實你發覺呢 工業和能源呢 這件事呢 以往就算是誰是民主人共和兩黨 都是偏好的 原因是什麽呢 打仗能源有關 如果84從74 你又來回炒 好的炒股 其實你有那個spread 之衝 第二是什麽呢 你發覺那些工業股 即是說美國再強大 那些台灣那些 就是特朗普說 特朗普更加明顯 是的 不要台灣做了 回來做 其實都是賺錢 日本 台灣那些 如果是這樣 你起工廠 起物料那些 那些就升了 再加上你發覺消費股 伺積消費 拜登派很多 豁免學生貸款 最後金融也都是 那所以整體之中 這些套路 如果真的以選舉聯合強調 11月5日之前 11月5日之前 這些會好的 但是如果你在11月5日之後 是的 就是要等他們坐穩 然後看看是怎樣的 Yes 如果你在11月5日之後 你遲貨是過了投票日 減息概念 股可信性會較高 如果我們說 不想只玩幾個月的話 那一定有很多人會問的 這一陣子是不是保守點好 但是其實呢 這一刻想會不會太遲了 因為我們如果有留意我們節目 其實我們講了很多個星期 是 Fund flow 反映 是持續流入債券的環球性 這個就彭駁整個 拉雲綜合債券指數 都已經是持續好幾個星期 不停地越加碼買入的了 那我這一刻才問你 你就罵我 上次已經叫你買的了 我上次不停說 叫大家買債 因為那個Fund flow 已經告訴大家 其實從上季開始 已經進得很aggressive 將那些Money Market Fund 和套現了股票 其實進入了Bond裡面 就是整個Capital Flow 所以其實這件事是遲的 坦白說你10年債息 跌穿4000才做 就真的遲 但是你說遲之後 看看你的時間多長 如果你真的去到明年 能夠拿牆來做 其實現在仍然都有水位 不過沒有上半年那麼高 第二是什麼呢 看回現在資金流 已經不是在玩定點 哪個年期去做 而是說那個spread 就是二同十 遲差的spread 因為第一口 那個定點已經做了 第二就是現在的錢開始 現在7和20年 其實已經normalized 已經完成了正常化 現在的問題就是 什麼時候將5年以下的債息 陷入下來 而令到這個curve 變成一種正常的陣 所以如果真的喜歡的話 拿到明年第一Q 短息5年以下 反而是有利過一些7年以上的長息 這個是國債 這個圖是什麼呢 如果你不計國債 你計企業債 其實企業債在第一次減息 是比國債好 而企業債之中 高息債是比投資級別債好 高息債是比投資級別債 為什麼這樣呢 為什麼無端端再拼口高風險呢 你覺得高風險就是 這個概念很簡單 你加息加了12、13個月的高息 突然間告訴你 哇 減息了 我的中小企我忍了這麼久 終於鬆了 終於鬆了 等於羅素2000的國債 是的 羅素概念 其實羅素2000是比標普好 如果減息 所以其實那個概念是一樣的 反而蝦腰的rebound力 我說蝦腰的力 其實第一口是好過IG好的國債 過了沒有呀 沒口也未宣佈 所以現在要做的話 你知道錢很快 要做的話 9月之前做 就是蝦腰 來拼它那口上 但是去到第二口第三口 蝦腰就下來了 小心 是吃那口而已 哦 那這幅圖告訴你 其實都是蝦腰是好的 我用的是那句 三十年四次的 利了周期 最後一點是什麼 留意一下 如果由高位 就是說最右手邊 聯邦利率 由5厘以上 下面發現 highu的反彈力 那個強度是大 比IG更加多 現在這一刻 是5厘以上的moment 即是2007年 2000年和1995年 當時的環境來的 現在是 所以highu將會 outperform於IG 會更加多 其實你看到 如果有看多些新聞 發現 我早陣看到 美國7月份 發債 highu 即是高息債 900多億是被搶購一號 是 加熱了 就算怕國債 那些投票倍數 都是厲害 反映大戶 其實已經知道了這個trend 即是這些數 其實歷史 如果又是用心思去找回歷史 劇本每次都一樣 選舉劇本一樣 首次減息 劇本也是一樣 所以其實 越高風險 其實路徑越清晰 因為 nowhere to go 你也是人鬼肉 是的 非常好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 截下它 回去可以慢慢研究一下 按自己的風險 做少少部署 至於大選之後如何呢 要到時再找你 好 上來再刷解 好 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 拜拜 好